作词 作曲 球 角 井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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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前几年啊物价很稳定 就是长沙会战的时候啊 长沙的物价还是很稳当 薛佑告诉我 那个时候 有一个阿饼沟 赏 打得很好 赏的他大概 十块八块钱 我说那不是太少了吗 他说那个时候不少 那时候一块钱 可以买 二十斤猪肉 可以买十个鸡 所以他可以养家 都不成问题 抗战的后半期 这个物价就高起来 大家都以为 这是孔乡西 宋志文贪污 还有人怀疑 是宋美龄 把国家的钱 存到美国去了 大家都相信 说宋美龄在美国有三亿存款 又或者说 孔乡西有三亿存款 那么他们孔家宋家的人 假如每人存三亿美金 这就有九亿了 中国有没有九亿存款 有的不冤枉 但不是这三个人的 也是达到了1944年的年底 孔乡西被大家骂下台了 就交给蒋盖世 就请宋志文做行政院长 孔乡西通过讲 他亲自把九亿黄金美钞 相当于九亿美金的黄金美钞 交给了宋志文 他说宋志文胡闹 一下子把九亿花稳了 通过就会膨胀 孔乡西讲这个话 一半正确 他是交了九亿 但是宋志文没有花稳 宋志文都花了六亿 要花的不应该 因为宋志文的左右 有一位啊 是同中共关系很好 我也不说他就是中共一分子 现在我们同中共 要慢慢地划除这个恩怨 所以我不都讲 不过但是宋志文经手啊 凡是要请外汇出国的造给 要请外汇买外国东西的 比如玻璃丝挖口红造给 所以把这个九亿 也半年花掉了六亿 这是事实 美国政府 对不起中国的政府 是贴买般的事实 尤其是国务院 这个账说不清楚 因为西方的文化 有一个整个 从我们中国文化不同的 西方的字典里边 没有相当于中国的义这个字 人义道德的义 英文里边没有这个字 英文里边有justice 有righteousness 没有一个意思 有loyalty 但是也不能完全翻这个义 我们中国人做朋友 尤其是孔孟 孔孟不懂得辩证法 马克思有辩证法 马克思的中国徒弟 懂得辩证法 我们国民党的朋友 不懂得辩证法 辩证法说 黑的就是白的 至少黑的里边包括白的 每样东西有内在的矛盾 要包括相反与它的东西 ABCD A等于非A B等于非B 这个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我不要多讲 讲了你们也会中毒 西方的人 从柏拉图以来 就多多少少有一点变成 没有永久的朋友 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我们中国完全不是这个样 我们中国武林的意思 此仇不共待天 父母此仇汇报不可 是不是 有永久的敌人 也有永久的朋友 大丈夫一天做了朋友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日死 我们中国同美国做朋友 蒋介石天天讲 我们是民主阵营的一份子 我们同美国合作到底 人家美国从来没有讲 同日讲盖石 合作到底 到了必要的时候 就跟你断交 就承认同共 感谢观看